您好,今天为您解读的是安徒生的系列童话作品 我将用30分钟左右的时间为您解读卖火柴的小女孩 野天鹅,坚定的西冰,丑小鸭,四个童话的精髓 安徒生用童话给冷酷的现实包裹了一层甜蜜的糖衣 让我们得到一种特殊的阅读体验 最初的温暖和甜蜜之后是安徒生悲剧性的人生体验和苦涩的孤独自怜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童话是给孩子看的 成年人才不看这样幼稚的东西 这个其实是对童话的误解 童话是天真的,纯洁的,但绝对不是幼稚简单的 童话在很大程度上也为成人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现实世界充满生存的焦虑 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选择压力 形成对真实自我的压迫 我们的那颗初心慢慢的就走丢了 也许我们应该在某个黄昏的下午 或者是某个下班的夜晚打开一本童话 让它带领我们一起回望最初的那颗初心 体味纯真,享受温暖 品尝爱与孤独 更重要的是通过思考现在的自己 反思生活,找寻真实的感受 通过在激烈竞争中日益强大的外在 来关怀那个伤痕累累的脆弱的内在 爱自己也更爱生活 每一个人读童话都会有不同的体验与解释 因为童话本来就有不同的面向 读者可以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 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解读 今天我们将带领大家一起阅读安徒生的童话故事 我们选择其中的四篇进行解读 卖火柴的小女孩,野天鹅,坚定的西兵,丑小鸭 作为丹麦的童话大师 安徒生一生创作了168篇童话作品 为世界儿童创建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多彩世界 其多数作品有利于锻炼儿童想象力 帮助儿童认识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 以及加深对这个复杂世界的理解 关于安徒生的童话 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花了10年的时间来解读 最后却只读出了孤独二字 他说呀,安徒生是寂寞的 成人不能理解他 所以他写给孩子看 其实孩子们更不能理解他 正是因为这种孤独的力量呢 让安徒生的童话变得深刻而丰富 虽然我们没有托尔斯泰那样伟大 但安徒生童话带给我们的 也不仅仅是刹那间的纯真和欢笑 还让我们对生活有更深的体会 那么安徒生的童话里面 到底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和生命体验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在解读今天的故事之前呢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安徒生 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 生于1805年 死于1875年 是丹麦19世纪的童话作家 被誉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 代表作有海的女儿 拇指姑娘 卖火柴的小女孩 丑小鸭 皇帝的新装等等 她的童话作品高达168篇 被誉为150多种语言 在全球各地发行和出版 安徒生一生未婚 孤独终老 之所以没有结婚 在她自己看来 主要是因为自己的相貌太丑 又贫穷 因此没有姑娘喜欢 她在日记当中曾经写道 由于我长得丑 并且将永远贫穷 谁都不愿意嫁给我 极端的自卑心理 让她无法向着幸福的方向更进一步 同时呢 自卑的另一面是自傲 安徒生凭借自己出色的才华 以悲剧情怀诉诸于童话 以此建立自己自傲独立的价值观 极端自卑又非常自傲的性格特征 让她无法触及现实世界的幸福生活 而只能在童话的王国里漫游 童话是安徒生一生执着追求的理想 他自己在临死前曾经说 我为自己的童话付出了无可估量的代价 为了童话 我拒绝了自己的幸福 并且错过了这样的一段时间 那时尽管想象是怎样有利 如何光辉 它还是应该让位给现实 好了 介绍完童话故事的相关背景和作者情况以后 我们将从三个角度为您解读 一 悲剧性创作心理的背后 是深刻的悲剧性人生体验 二 四个悲剧童话解读 野天鹅 丑小鸭 坚定的西冰 卖火柴的小女孩 三 安徒生的独特创新 悲剧童话 现在我们来讲述第一个重点 悲剧性创作心理的背后 是深刻的悲剧性人生体验 安徒生一生都非常痴迷于悲剧性创作 他的很多作品和童话呢 都充满着悲剧性的色彩 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 安徒生一生都在夜行一车上 他是旅行者和漂泊者 他的旅行不是为了去发现一个新的世界 像格伦布和麦哲伦那样 而是为了逃避孤独 逃避那像白蚁住空的乌梁一样的孤独 这一点大概和他惨淡的人生经历 是息息相关的 安徒生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 他的父亲虽然很聪明 但却只是一个底层的鞋匠 母亲靠给别人洗衣服补贴家用 尽管生活贫穷 父母还是为他创造了一个美好的童年 他从小很聪明 父亲和亲人都非常溺爱他 但是命运弄人 他11岁的那年 父亲去世了 14岁他就离开家乡独自到哥本哈根闯荡 做歌剧演员等工作 一直到成为著名诗人之前 他遭到了很多的嘲笑和打击 这种长期得不到外界肯定和关注的经历 与从小被溺爱的生活 形成极大的反差 加上卑微的出身 助长了安徒生内心的自卑感 与此同时 他还有一种拥有天分的骄傲 这诸多特质汇聚起了他身上非常独特的气质和性格特征 安徒生面对社会的嘲笑与否定时 沉浸于悲剧情节 眷恋于悲剧之美 这些悲情与伤感也给人一种骄傲 这种骄傲使他耐得住伤感的情绪 使他能够接受了悲剧的事实 也使他与其他个体区别开来 正如他自己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描述 一个时期我被那种吹毛求疵的 几乎是人身攻击的批评害得很苦 弄得我经常近乎心灰意冷 但后来幽默的时期来到了 如果我敢于这样的话 他把我从悲伤与痛苦的低沉情绪中解救出来 我既弄清了自己的弱点和缺陷 也看清了批评家们乏味的谴责和学究式的唠叨之 愚心与荒谬 安徒生将悲剧作为自己的标识 以此彰显自己的优势 从而使自身与他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并焕发出耀眼的荣光 安徒生有一句话说得十分对 也揭示了他一生 为什么要为童话付出那么多的努力 这句话是这样说的 骄傲可以压倒一切可悲 人要么是隐藏起自己的可悲 要不是假若他揭示了自己的可悲 他便认识了可悲 而光荣了自己 童话就是安徒生彰显自我人生价值所在 安徒生自卑的心理历程也是他人生的悲剧 而他对悲剧艺术的沉迷呢 又增强了他的自卑心理 也因此呢 他将童话中的一个个主人公 也送上了一条充满磨难与血泪的荆棘之路 但这并不是一条简单的荆棘之路 而是一条长期遇到极大的困难 和冒着生命危险的道路 需要勇者 坚定的西兵 坚持不懈 持之以恒 经得起诱惑的考验 历经灾难折磨 依然坚定的走下去的道路 我们将选取丑小鸭 野天鹅 坚定的西兵 卖火柴的小女孩 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说明 选丑小鸭呢 是因为丑小鸭先天资质好 却遭到世俗的偏见与歧视 经历种种不幸 最后取得圆满结局 仿佛是安徒生的自愈 选野天鹅呢 是因为王子和公主的先天条件也很好 本可以顺顺利利的过幸福的生活 却被坏人陷害 遭受种种磨难 而在过程中呢 依然坚持善良 诚实等美好品质 最后寻找了新的出路与解脱 选坚定的西兵 是因为西兵天生残缺不全 但内心向往美好 又坚持理念 遭受痛苦的磨难 最后却并没有美好的结局 选卖火柴的小女孩 是因为先天条件与环境就很差 但不管怎样努力 却改变不了什么 只有静静的等待结束 四篇童话刚好组成相辅相成的四个不同类型的悲剧人生 好了 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童话内容 丑小鸭变白天鹅 一个大鸭蛋里孵化出一只灰色的又大又丑的鸭子 这只刚出生的小鸭子因为相貌丑陋 遭到所有人的嫌弃与歧视 没人喜欢它 鸭子们会啄它 伙计们打它 饲养的小女孩踢它 甚至连自己的妈妈也厌恶它了 伤心的丑小鸭 在冷漠无情的嘲讽中 从篱笆中逃了出来 离开了农场 但她的悲惨命运并没有结束 野鸭子瞧不起她 龚燕也对她戏虐嘲笑 龚猫和老母鸡对她不理解 她到处乱窜 忍受了颠沛流离与鸡寒交加之苦 终于丑小鸭熬过了一个悲惨的冬天 最后蜕变成一只漂亮的天鹅 丑小鸭先是遭受了所有人的歧视 这些歧视目光让她更加自卑 自卑的阴影又让她难以否认自己的确很丑陋的事实 如此从一直在别人眼里丑陋的小鸭 逐渐上升为在自我心中也是丑陋的小鸭 越发孤独的丑小鸭看到一群天鹅滑天而过 表现出羡慕和奢望 渴望别人的肯定 又怕被嫌弃的复杂心情 遭受这么多折磨与歧视 自己也认可了外界的诋毁 然而丑小鸭始终没有放弃坚持活着 与渴望美好的内心 最后她战战兢兢 自残行贿 苟延残喘地勉强活了下来 在慌忙迷失中继续隐忍孤独 顶住沉重的生存压力 独自面对命运羁绊 忍受别人异样的眼神 自残行贿的心理 在年幼的心灵中滋生蔓延 一点点粉碎她如玻璃般脆弱的神经 因为自己沦陷自卑心理太深 竟然连自己身体变化为漂亮都忽略了 她低下头等待死亡来临时 终于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蛻变 变成了一只天鹅都羡慕的 最漂亮的天鹅 丑小鸭的蜕变是对世俗的报复 是对世人粗暴 武断 肤浅的衡量标准的彻底否定 我们如果理解安徒生的人生遭遇 也就理解了她对世俗成见 是多么的厌恶 回到我们的世界和生活中来 谁不是丑小鸭呢 谁不是那些欺凌善骂嘲笑 与歧视丑小鸭的鸭子火鸡呢 丑小鸭的悲剧是因为世俗的偏见 注成了她严重的自卑心理 以致在他人的指责与嘲笑下迷失了自我 甚至接受了别人庸俗的定论 但丑小鸭的悲剧不算悲惨 至少她最后升华和蜕变了 因为童话给了她童话伴的结局 让她成为了白天鹅 这样的结局给人们坚持内心的信念的信心 从而突破了世俗的重围 那么现实中的我们呢 蜕变了吗 升华了吗 或者是重新认识自我 走出世俗的偏见了吗 丑小鸭给我们最后的启示 或许是 当我们在对别人平头论足的时候 请鸣记自己也是一只丑小鸭 尽量避免伤害他人 造成悲剧 尽量避免做社会悲剧的策划者 说完这个呢 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童话 野天鹅 在这篇童话中 爱丽莎和十一位王子哥哥 本应该过上幸福 无忧无虑的生活 但恶毒的王后却要加害他们 爱丽莎受尽千辛万苦 拯救了哥哥们 恶毒的王后使用巫术 让王子们变成不能名叫的巨鸟 遭受整天飞翔的痛苦折磨 但是诅咒没有完全实现 于是 他们变成了十一只野天鹅飞走了 爱丽莎却被送到乡下的农户家里寄养 等到了十五岁的时候 她变得十分漂亮和虔诚 爱丽莎一回到皇宫 就遭到了皇后的嫉妒 并用三只癞蛤蟆的巫术 毁掉爱丽莎的容貌与智慧 但是爱丽莎的纯洁和善良 让巫术失效了 爱丽莎十分想念哥哥们 便去寻找他们 最终在沙滩找到了哥哥们 但是他们一到白天就会变成天鹅 爱丽莎得到仙女的暗示 要救哥哥们就得去他们睡觉的山洞附近 和教堂墓地去寻找巫麻 把他们搓成线 支撑披甲披到他们身上 才能恢复原样 可这些巫麻可以让她的手烧得起泡 而且在编织的一年的光阴中 爱丽莎不能说一句话 否则一个字就如同一把短剑 会刺进哥哥的胸膛 不过只要能救出亲爱的哥哥 她愿意忍受种种苦痛 在采集寻麻的过程中 正在游猎的国王看中了她的美貌 将她娶作王后 而她在宫中依旧采集寻麻 编织衣服 因此被大主教认为是巫婆 加之国王的误会 众人决定要烧死她 在临行的前一晚 她还在拼命地编织 第二天 在押往刑场的路上 爱丽莎还在拼命地编织最后一件皮甲 当众人要将她编织的所有皮甲撕成碎片的时候 一只天鹅飞过来保护她 在刽子手要杀她的紧急时刻 她将皮甲扔到了天鹅的身上 11个王子得以恢复 整个过程中 爱丽莎一句话也没有说 但故事结束的时候 她说了一句 现在我可以说话了 我是无辜的 便晕倒了过去 爱丽莎的苦难经历 同样是作品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悲剧色彩 野天鹅的悲剧性 体现在本来是高贵的王子 却因为陷害沦落为 遭受永远飞行之苦的野天鹅 一个在天 一个在地 形成一种强烈的落差感 使人愤愤不平 却又无能为力 而一个本可以在皇宫享受亲情温暖 快乐成长的小公主 却踏上了拯救亲人的道路 要经历恐惧与痛楚 细嫩的双手 要被寻麻烧起无数的水泡 并要承诺无言的痛楚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能说话 这种无言的寂静 才是最大的无辜 一个人生活于世间 不可能不说话 因为语言就是解释 语言就是辩护 丧失了语言 就丢掉了解释权和辩护权 就不能保护自我 爱丽莎放弃了自我保护 却为了保护亲人 这是命运造成的选择悲剧 你选择亲人 还是选择自己呢 选择自己就变成了自私 选择亲人 却是无私的爱 如果将话题提高一点 一方面 人就是属于社会性动物 一方面 每个人都有自我 当面临群体与个体自我 两难选择的时候 我们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比如 父亲犯法 儿子要包庇吗 儿子无辜的杀害 父亲要复仇吗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都在命运之中 选择放弃了自我 为了他人付出更多 父母为了子女 放弃了青春年华 当然也许有读者反对这个例子 那么我们就为此争辩一下 现代婚姻观念自由 父母可以选择不生育孩子 也可以选择养育孩子到成年 就撒手不管了 但是到今天为止 我们中国的父母 却依然牵挂着子女 年过花甲 还要去为子女着想 买房 工作 婚姻 甚至还要养孙子等等 这不是悲剧吗 其实父母可以在我们成年后 去旅游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虽然这种悲剧程度不大 根本谈不上悲惨 但是这种选择 却是命运不可抗拒的 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 伦理道德的社会背景中 我们不可能完全选择 自我的自由 就像爱丽莎一样 故事一开始 就受到了哥哥们的喜爱和照顾 她心里早就塑造了 以亲情为重的基础 所以不管怎样 她都会忍受任何磨难与痛楚 去拯救哥哥们 但最后爱丽莎也得到了美好的婚姻 我们来看一看第三个童话 坚定的西冰 如果说丑小鸭天生自治好 只是被隐藏起来 经历磨难 天赋显现 走向美好结局 那么西冰天生残缺 经历磨难 一直心怀美好与爱情 却至始至终都不能实现 最后只能在死亡的灰烬里 显示永恒 坚定的西冰讲述了一个悲惨的故事 一个单腿的西冰玩具 坚定的站着 始终不忘扛着她的毛色枪 西冰内心暗恋的是 和她一样单腿立着的舞蹈家 鼻炎湖里的小魔鬼 仅因为西冰不理睬她 而作怪陷害 于是西冰从三楼 倒栽葱丝的跌到地上 迫于高傲 没有求救 最终没有被小男孩和女仆找到 随后两个顽皮的小男孩 把她放在只坐的船上 送她去航行 水沟中的耗子 卑劣的想要买路钱 但他们怎么也追不上 湍急的地下水 西冰的船被冲到运河 小西冰沉入水底 又不幸被大鱼吞下肚子里 并随于来到了菜市场 正巧被女仆又买了回去 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又看到了她心爱的姑娘 但小恶魔的报复从没有停止 她作怪让小男孩 把西冰扔进了火炉里 恶魔再用一阵风 将西冰深爱的舞蹈小姐 也吹进了火炉 第二天女仆发现西冰 化成了一颗小小的西心 而小舞到家 化成了一朵炭黑的玫瑰花 西冰的一生可谓是悲惨的 从故事开头 她的诞生就充满着悲剧色彩 因为西材料不够 导致她只有一条腿 但也许正因为她只有一条腿 还能站得像其他西冰一样直 因此她显得更加的特别 也许正是因为自己的残缺 才加深了西冰骨子里的那种傲气 在故事中的表现 比如她不理会恶魔 她不求救 始终站得笔直 扛着枪 注视着正前方 西冰的形象 我们似曾相识 我们的生活中 也可能会遇见这样的残障人士 他们有一种自力更生 万事不求人的精神气节 比如电影《钟爱无言》中 失去双腿的主角老鱼 就有一种倔强而孤僻的性格 西冰也同样如此 在玩具们开始熟络起来以后 她只注意了和她同样独立的小舞蹈家 并爱上了她 但是命运并非一帆风顺 她掉到了地上 又经历了下水沟的航行 与被大鱼吞噬 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见到了一直牵挂的舞蹈家 通常故事和电影的主角 经历一番历险记回来以后 就是圆满的结束 但是安徒生是一个痴迷的悲剧的童话家 他要把童话的悲剧写得更加深刻 更加警示人们 所以西冰并没有好的结局 而是与舞蹈家一同被炉火燃烧而尽 对于悲惨的命运 我们只能服从吗 如果只能服从命运的安排 那可能才是真正的悲剧 孔子曾说过 天命不可为 但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 去做好自己 是的 命运最后的结果有谁能掌握呢 因为残缺的身体 西冰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完美的 但是他至此不渝 坚持高尚的节操 与军人的傲骨 他心怀美好与渴望爱情 他经历磨难 依然坚挺不倒 到最后 他感到自己在融化 可他还是坚定的站着 肩上扛着枪 任凭炉火燃烧自己 我们来谈一谈最后一个故事 卖火柴的小女孩 这是一个十分凄惨悲凉的童话故事 贫穷的难以维持生存的小女孩 衣衫蓝绿 穿着死去的母亲的大拖鞋 圣诞之夜 仍在大街上卖火柴 尽管如此 她的鞋子还是被人抢走了 她的凄惨与室内的温暖 弥漫着烤鹅的香味 人们在屋子庆祝节日 形成鲜明的对比 没人来买她的火柴 也没人投来同情的目光 好像冰冷的大街 只能容下一个人 就算如此 她可能还有一线的生机 但是她悲催的命运 促成了她的死亡 因为她还有一个残酷 无情又家暴的父亲 所以她连最后的家都没有了 她动得没办法了 只能用火柴来取暖 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一整数 冥冥中她看到了火炉 烤鹅 圣诞树 祖母 最后 在剩下的一束火柴的燃烧中 她和幻觉中的祖母 飞到了没有饥饿 寒冷 忧伤的上帝那里去了 第二天 人们发现死去的小女孩 她嘴角还挂着一丝微笑 故事里的小女孩 划了四次火柴 第一次看到了火炉 对应寒冷 第二次看到了烤鹅 对应饥饿 第三次看到了圣诞树 对应快乐 第四次看到了祖母 对应着爱 作为一个幼小的儿童 有温暖的怀抱 丰满的食物 无数的礼物 父母的爱 是最幸福 最美满的 然而小女孩 一样都没有 这个残酷而冰冷的世间 对她来说 就是地狱 所以她哗然火柴 看到的是对天堂的向往 与回忆 有人悲叹道 生命的陨落 让人的心里生生的痛 那滑亮的火光 激发了人们 对于生命的终极关爱与仁慈 其中还隐约 夹杂着一种 因美好事物惨遭摧残 而引起的 心酸恋爱之情 我们每个人 一生中或多或少 都会遇到一些不顺 或者惨淡的遭遇 但是 谁比得上 小女孩的悲惨呢 她还没有自食其力的时候 最爱她的母亲 祖母 都离她而去 又得不到父爱 也得不到世人的帮助 当然 我们也不要过于纠结 童话世界的悲惨结局 那是安徒生 为了讽刺现实的无情 呼吁人类 要多一点 互助 互爱 保持善良 和同情心 好了 以上就是关于 卖火柴的小女孩 等四个童话的解读 接下来呢 我们讲一讲 第三个内容 安徒生的独特创新 悲剧童话 悲剧最早源于 古希腊神话 是对九神 迪奥尼索斯的颂歌 演变而来的形式 悲剧通常讲述 主人公在合理的意愿 动机 理想下 却不可避免的遭受 命运的挫折 与磨难 甚至失败 丢失性命 从而形成一股 强大的悲剧性力量 震撼人们的心灵 或者如亚里士多德 所言的 净化灵魂 从此 古希腊悲剧 逐渐的流行 出现了 埃斯库罗斯 索夫克勒斯 和欧里·彼得斯 三大悲剧作家 产生了许多 著名的悲剧作品 如 背负的普罗米修斯 俄迪普斯王 美迪亚等等 后来 经过亚里士多德诗学 提出 悲剧创作 要遵循三一律 悲剧成为了固定 诚实化的戏剧体材 我们再简单的 将悲剧这个概念的 定义提炼一下 所谓悲剧呢 就是主体 或者是主人公 在遭遇命运 不可避免的苦难 和毁灭时 表现出 强大的求生欲望 以及生命力的爆发 以坚毅的意志 进行坚定 而执着不悔的抗争 但最终挽救不了苦难 或者毁灭 或者死亡的结果 最后达到悲惨 与灾难性的结局 安徒生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 宣扬人道主义 及其自身 对悲剧的沉迷 让他开创了悲剧的 一个崭新领域 童话悲剧 童话本应该是 充满想象力的 天真的 温暖的 承载着一切 美好的愿望与祝福 但是安徒生 以独特的情怀 对爱 美好 同情 善良 欧歌的时候 却同时再现了 现实的不公 与死亡的凄凉 表现出了一种 崇高的悲剧之美 但安徒生的童话 之所以说是 崭新的悲剧 其主要原因是 这些童话 虽然具有 强烈的悲剧性 但却将一切 不完美的 残缺的 甚至是恶的 都融化在了 浓浓而温暖的 爱意 失情之中 以充满厚爱之心 给贫苦之人 以温暖 在不幸的人生画面中 融进深切的同情 以淡淡的酬绪 给悲情人生 以同情 在悲优的叙事中 赋予抒情 意味的赞叹 以浓浓的诗情 为死亡 照上美的光环 在生命的终结处 显出新的 生命内涵 在安徒生的 168篇童话中 海的女儿 红鞋 丑小鸭 卖火柴的小女孩 光荣的荆棘露 坚定的西兵 野天鹅 祖母 柳树下的梦 癞蛤蟆 它是一个废物 等20多篇童话 都呈现出一种 对悲剧情节的 持续痴迷 也将童话艺术 与悲剧艺术 完美结合 折射出 安徒生 坎坷不平 饱经风霜的人生 以悲剧的童话 映衬现实的不幸 同时呢 又充满了 爱与同情的渴望 正如有学者 恰到好处的评价 悲剧之所以伟大 其中一个重要的基石 就是 它真实的表现 生活中最阴暗的东西 同时呢 又不会在最后 让人感到沮丧压抑 悲剧迫使行动中的人 抗击无情的命运 在失败的苦难中 展示它做人的意志和尊严 因此 悲剧意识 只有当它通过悲剧冲突 得以表现 并与渗透其中的悲剧精神 相结合时才能成为悲剧创作的前提 否则 我们会背离悲剧的终极目的 并抹杀悲剧的真正价值 好了 说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所说的要点 首先 我们讲到了 安徒生痴迷于悲剧创作 这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长期遭受世俗的抨击与质疑 让他产生自卑与自傲的心理 让他形成对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 反映在文学创作上 就是对悲剧创作的痴迷 其次 我们分别叙述了丑小鸭 野天鹅 坚定的西兵 卖火柴的小女孩 四个具有典型悲剧性的童话故事 并分析了他们各自悲剧性的表现 以及给我们与童话不一样的启示 丑小鸭告诉我们 不要看不起平庸和丑陋的人物和事情 尽量避免带着偏见看待事物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发现现象背后的本真意义 或者当我们自己面对世俗的歧视 或偏见的时候 要保持冷静的心态 与坚持自己的信仰 野天鹅告诉我们 命运的选择与个体自由的矛盾 也许会造成个人的悲剧 但是我们如何平衡自我与社会 与他人呢 我想还是要坚定自己的信念 一旦选择 就应当坚持不懈 直到最后 坚定的西兵告诉我们 一个身残质不残的道理 就算一个残疾人也有他高傲人格 与渴望美好的诉求 卖火柴的小女孩 竟是我们时刻反省自己的本性 我们应该时刻保持一个善良的心 多多关心那些正在苦难中的人 最后我们讲述了 安徒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悲剧童话 悲剧就是主体或主人公 在遭遇命运不可避免的苦难和毁灭时 表现出的强大的求生欲望 以及生命力的爆发 他们以坚毅的意志进行坚定 而执着不悔的抗争 但最终挽救不了苦难 或者毁灭 或者死亡的结果 最后达到悲惨与灾难性的结局 结合悲剧的概念 我们发现 安徒生很多童话作品都具有悲剧性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总结 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